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新闻时事报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关心 还记得4月的时候 广州领事馆最先传出 音波攻击事件吗 最近攻击范围更扩大了 上海领事馆 北京大使馆等等 都传出疑似遭到攻击的案例 那么目前 美国前前后后 已经撤回了至少11名的 外管人员以及眷属 并且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真的是有人在搞鬼吗 又或是集体歇斯底里 4月时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 最先传出遭音波攻击事件 在居住的高级社区大楼中 听到怪声或感受到异常压力 如今范围更扩及到北京和上海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4月至今 广州领事馆已撤离至少8个人 最先撤离的一名职员确诊 受到轻度脑伤 最近上海领事馆也撤离一人 北京大使馆则撤离两名职员 美国前后已撤回至少11名人员 回美国进行检查 不过目前还不清楚 上海和北京撤离的人员受伤原因 是否跟广州一样 从2016年秋天 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人员 就陆续传出疑似遭到音波攻击 直到上周都还有新的病例出现 目前已有25人受害 但古巴政府矢口否认涉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五29日 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 曾提及美国驻中国使馆 疑似遭攻击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30日发表书面声明 证实的确有几名领事馆人员及家属 被送回美国做进一步检查 但强调 有些可能跟音波攻击没有关联 美国也以派遣资深官员赴中国调查 持续与中方合作 查明广州使馆人员的健康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回应 中方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认真的调查 并且向美方做出了反馈 也说到目前并没有发现 导致美方所说情况的原因或线索 美国驻古巴和中国使馆人员 陆续传出怪病 被怀疑是窃听器干扰所造成的 又或是遭到骚扰攻击 因此有人怀疑是中国或俄罗斯在搞鬼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可能受到环境影响 或集体产生的邪私敌礼 音波攻击事件仍在持续调查当中 新闻时事报记者顺利山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视镜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Sheryl inader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Automimiz